第一个就是把通讯产品里面也许你就是加上那个产品名称这一栏帮我查过来 而且查的话记得用Viru函数查 那另外的话这个名称 当然如果你不用那个产品名称你用选的其实倒也可以啦 只是你要记得要按F4要把它锁起来 这个第一个可能要注意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个编号部分的话 就是要把那个跨栏至中部分取消 那第三个就是区域名称也是一样用Viru函数查询 所以这个练习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Viru函数 所以以后的话举凡就是你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查资料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Viru函数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就是再去产生报表 那比如说一般其实公司里面都会给你一个资料 那那个资料可能他有些栏位没有 你要自己去产生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些前置注意啦 就像说可能从什么资料库啦 或者是现在内部有什么ERP啦 有一些相关的系统 他会产生一些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跟你要用的资料有一个落差 你要把那些资料变出来 比如说像产品名称没有这个 你要变出来 区域没有你要把它变出来 那区域这个没有之前就区域编号 他跨栏至中 所以你要必须把跨栏至中那个部分取消 然后把它变成个别的 这个过程我称他叫做资料的正规化 做完之后才能做这一个 也就是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出 总共订单的比数跟卖的台数 还有就是说他的销售金额 那除了说哪一个 比如说可能老板想要知道 哪一个东西卖的最好 另外的话哪一区卖的最好 你要列出来给他啦 另外最好是说 哪一个东西卖的最好的话 你也可以按照销售额做排序 那排序我前面讲过 你这边可以用资料里面的一个排序 那排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呢按一下排序就可以了 他会问你说请问一下 你要按照哪一个哪一栏排序 比如说我要根据那个台数好了 所以你单位台 然后呢顺序要怎么排呢 我要大的在上面小的在下面 最大到最小按确定 他就自动帮你排完了 有没有 你就告诉老板说 那个卖的台数最好的是在东区 OK那老板就说 原来这个他做一些决策判断的时候 大概就是了 那他问你说那可是哪些 虽然台数卖的多 但是是不是也跟销售金额有关系呢 那你会发现没有哦 卖的台数多 不见得那个 他的那个 那那个不见得销售金额会是最赚钱的 所以有的时候啦 你会发现一个公司 他虽然那个东西卖的很好 可是不见得那个东西是赚钱的 甚至有一些公司 为了要杀价竞争 那个东西赔钱卖都有可能 你会发现奇怪什么 营业额销售额卖的多 可是反而是负的 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因为销售金额 但是你不杀价 你又没有订单 所以你只好硬着头皮啦 可能你帮他做 你还倒亏10% 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订单 你就是空转 所以现在台湾有一些公司 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有工厂 你工厂没有订单 没有运作 那不就等于是更荒 要不然就是要裁员的 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 如果我今天不用这个方式做 那我们可以用枢纽分析 所以枢纽分析表 这个是用那个什么 用我们自己抗执衣服 跟那个扇衣服的方式来做 但是未来如果说 你希望做出一样的结果 可是我想要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这个结果 跟刚刚这边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 切过来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几乎不太需要特殊的技巧 你也不用什么 康衣服 你也不会用商衣服 但是你如果用枢纽分析表 很快 那做法上面 我上一半讲过 第一个游标 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第二个的话呢 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你框起来范围 记得是要这个范围 你要统计的 所以它这个范围是不是 就是这个工作表 枢纽分析表 金单号 后面的范围 A1到G20这个范围 是不是 是 你要按确定 好 那第二个问 第二个它就帮你产生一个catch 一个快取区 它就是你 可是你枢纽分析表 怎么产生 有点像你自己来决定 那决定的方法 就一 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像这样子 这个 特别注意 这个同学可能搞不清楚 裂跟懒 其实横向的是裂 纵向的是懒 好像可以有这个概念 其实我刚开始也搞不清楚 不过慢慢熟了之后 大概就要知道 那也就是说这一边 就等同是 那个枢纽分析表的列标签 上面这边呢 就等同它的蓝标签 里面的话就是它的值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简易的报表的话 第一个 我可以把什么 产品名称 先拖拉到列 那这个时候放开 你会发现 这边会出现列标签 就是我们要统计的 那个产品三个 那如果我要算什么 算它的台数比数的话 特别注意 几笔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把它自己的名称 再拖到值 如果你丢的资料呢 放在值里面 它不是数字哦 它就会帮你什么 加上有几个 OK 七个六个六个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看一下 七个六个六个一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把它拖拉下来 这个就是类似像康义服的作用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你要统计什么呢 单位台跟销售额 那你可以怎么 把那个单位台 再拉到这边下面值 继续再计算下一个栏位 帮我计算一下 这边 就是 有没有 单位台 它帮你加总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资料里面是放数字的话 是加总 如果你里面放的是文字 或者非数字 像这种编号 它就帮你加几个 这个是加总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底下 再想要再多一个什么 销售额的话 你就再把销售额 拖拉到这个下方 放开 销售额又出来了 那上个礼拜 我们其实主要做到这里 那计算 那另外顶多就是说把这个列标签 如果你看到列标签 这看起来不舒服 你可以怎么 点两下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一个叫 产品名称好了 改一个你比较喜欢的 或者是至少可以辨识的 一个 栏位名称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 最后 再做一个设计里面呢 再给它一个格式 挑一个 这个格式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指的是用 什么用那个 那个产品名称的 枢纽分析表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针对那个区域部分 好像 像刚刚是产品 区域部分的话 如果要做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你就有标放这边 再插入一个 那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里面区域 放在列标签 帮我统计一下 那个区域里面 总共它的销售的笔数有几笔 然后台数有几笔 应该是台数里面的加总 几台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销售额是多少 最后呢 也是一样把这个列标签 点两下 改一个叫区域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给一个设计里面 再给一个样式 OK 这样的完整 所以上个礼拜 大概是两个 然后只是在 把这两个拖拉到 我们后面 并且把名称改过 就类似长这样子 那所以呢 上个礼拜 如果你假设 还没有做得很齐全的话 我就把它删掉 就是再把这两个 这总共五个 这个就上个礼拜的作业 把它完成 当然这个主要是了解 整个枢纽分析表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的话 又要再新增两个东西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画销售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 能够做得更复杂一点 里面呢 除了说呢 我要分析产品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区域 另外还有年份 这个中间的话 让它显示 它对应的什么呢 台数的话 假设这样的报表 那第一个 这个是枢纽分析表 的进阶 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呢 把那个枢纽分析图也画出来 那这个枢纽分析图里面呢 大概长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你可能画完之后 没有标题要加标题 那图例部分呢 那图例部分呢 要把它从右边 换到左边 那底下的话呢 要有哪一个产品 那哪一个年份 它的一个大概报表 并且加底色啦 那你想说这个图 能够看出什么 其实你光看大概就知道 如果是这个产品 101年卖这样子 102年卖这样子 哇 其实一看就知道 它基本上是非常 趋势看得出来 哇 它的成长 非常的那个明显 那这个有线电话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个本来是卖这样 感觉好像慢慢衰退的 那这个的话呢 无线好像就是缓慢的消 就是缓慢的越卖越差 但是并不是说 一下子变得很差 所以从那个年份 里面也可以看出 一个大概的端倪 OK 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刚刚 我们上个礼拜这些 先熟悉啦 因为这个如果 不熟的话 后面要做 那问题会更多 试一下